镜子里的你,真的是你吗? 它和你做一样的动作和表情。 但,真的一模一样吗? 真相是,不完全一样。 这不是哲学猜想, 而是一个被实验验证的颠覆性的科学事实。 在过去,所有人都坚信物理定律是完美对称的。 就像照镜子,镜里经外,遵循同样的法则。 这在物理学上被叫做语称守恒, 一度是整个学科的铁律。 直到1956年,两位年轻的华人科学家站出来, 识破天惊地宣称。 在微观世界里,语称并不守恒, 弱相互作用力,就是一个左撇子。 他偏爱左边。 但宇宙真是左撇子吗? 这个大胆到让整个物理学界都不敢相信的预言。 来自于杨振宁与李正道。 仅仅一年后,物理学家吴建雄用古六时的极低温实验证实了宇宙是左撇子。 这一理论从假说变成了科学事实。 1957年, 杨振宁与李正道火速获得诺贝尔奖创造了历史。 当时的杨振宁年仅34岁。 这两位华人科学家的理论, 用实验撕开了这个延续数十年的语称守恒认知。 在物理学界, 有一种观点认为, 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三座里程碑是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狄拉克等人的量子力学, 以及杨振宁的规范常论。 弗里曼·戴森更直言, 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 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 这种评价并非过誉, 在物理学界, 判断理论价值的核心标准是 电机星。 麦克斯韦方程统一了电磁学, 爱因斯坦相对论重构了施工官。 而杨振宁的工作, 则为现代物理学搭建了半壁江山的基石。 他的研究横跨粒子物理、 常论、统计物理等多个领域, 每一项突破都足以让普通科学家再入实测。 更特殊的是, 他打破了西方科学界对华人科研上线的偏见。 正如杨振宁生前所说, 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这种精神觉醒远比单一的科学发现更能滋养一个民族的创新土壤。 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中有三项成就堪称人类智慧的巅峰之作。 他们共同构筑了现代物理学的核心框架。 一是语称不守恒, 撕开宇宙的镜像片局。 说白了, 就是宇宙爱对称。 就像你照镜子, 你举左手, 镜中人举右手, 动作, 模样, 全对称。 这就是宇称守恒。 过去物理学家都坚信, 微观世界也这样。 粒子的镜像板和他自己的运动规律一模一样。 这是物理学的铁律, 但实验数据却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矛盾。 到了1956年, 他和李正道发现在微观世界的弱相互作用, 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微观粒里, 镜子碎了。 举个最通俗的例子, 把微观粒子比作旋转的小磁铁, 比如, 吴建雄实验里的古六石, 它衰变时会放出小弹珠, 电子。 按手横的说法, 小弹珠该往前后左右均匀飞, 但实验里, 它们居然集中往一个方向飞, 镜中的小磁铁飞的方向还不一样。 简单说, 宇宙不是左右不分的, 它是个左撇子, 偏爱一边, 但语称守不守恒的有啥用呢? 简单来说, 如果宇宙完全对称, 物质和反物质早该互相抵消了, 根本不会有地球, 人类, 正是这种不对称才让我们能存在。 而这, 直接为后来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 就是解释微观世界的核心理论铺了路, 连诺奖都抢着给它背书。 这也是诺奖历史上验证最快的发现之一, 但语称不守恒, 只是杨振宁科学皇冠上第二耀眼的明珠。 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 是1954年提出的, 那个听起来更抽象的, 杨·米尔斯规范场论。 这个场有啥用呢? 你听说过大统一理论,对吧? 而杨振宁与米尔斯的工作, 为这个梦想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别被这个抽象的名字唬住了。 简单来说, 它本质是宇宙力的通用规则。 你可以把宇宙里的力, 比如电磁力, 让原子核粘在一起的强力, 想象成不同快递公司。 过去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运货规则, 物理学家得分别研究, 特别麻烦。 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干的事, 就是制定了一套通用快递规则, 不管是电磁力、强力还是弱力, 都能靠这套规则统一解释它们的运作逻辑, 相当于给不同力搭了座共用桥梁。 如今, 这个理论已成为现代物理学的通用语言。 大型强子对撞机, 探测希格斯粒子, 宇宙早期能量模型推演, 甚至量子计算的理论基础, 都离不开杨·米尔斯方称。 据统计, 直接基于这个理论的诺奖得主, 有七位, 间接相关的更是多达数十位, 连数学界的菲尔兹奖, 也多次授予研究该方程的学者。 美国鲍尔奖评价齐, 以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的成就比肩, 并将对未来产生同等影响。 可以说, 我们现在对微观世界至少三分之二的认识, 都建立在它的理论之上, 这是它留给全人类最宝贵的科学遗产。 三是阳·巴克斯特方程, 这是连接物理与数学的桥梁。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你可以把微观粒子想象成排队的人, 以前没制定规则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换位置, 队伍整体秩序很容易乱。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杨·巴克斯特方程干的事, 就是给粒子换位置, 定了一套规矩。 不管粒子怎么交换位置, 整个微观系统的数学秩序都不会乱。 就像排队的人换了位置, 队伍依然整齐, 不混乱。 过去物理研究和数学研究常个玩个的, 这个方程却让两者互通, 物理需要它解释粒子规律, 数学靠它找到新的研究方向, 甚至帮数学家拿了菲尔兹奖, 被誉为数学界诺奖。 现在, 大家常说的量子计算机, 最怕计算时, 数据乱掉。 而这个方程支撑的拓扑量子比特, 能让量子计算更稳, 更准, 是量子科技的重要底层工具。 简单来说, 它解决了粒子交换位置后, 系统如何保持数学一致性的难题。 就像一套精妙的宇宙运算规则, 它不只是一个物理方程, 更是用物理问题推动数学进步, 再用数学工具反补物理的典范。 直到现在, 不管是造量子计算机, 还是算宇宙模型, 都离不开它。 就像一座桥, 让物理和数学的智慧能互相流通, 持续给人类科技, 打梯子。 然而,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即便是这样的大脑, 也无法突破人类寿命的极限。 2025年10月18日, 杨振宁先生在北京逝世, 享年103岁。 当我们梳理杨振宁的百年人生, 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 他最重大的规范场论提出于33岁。 语称不守恒, 发现于35岁。 而杨·巴克斯特方程诞生于46岁。 即便长寿如他, 在晚年也坦言, 经历以难之称, 前沿推演。 如果我们回看一下历史, 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的命题, 人类的寿命限制, 是否正在阻碍科学的前进速度? 一看, 爱因斯坦76岁, 波尔77岁, 麦克斯维48岁, 牛顿84岁。 这里我们不禁要做一个假设, 如果这些科学巨人的生命之火, 能够燃烧200年, 300年, 甚至更久呢? 如果爱因斯坦能有更多时间去统一引力和量子力学, 如果波尔能亲眼见证量子计算机的诞生, 如果杨振宁先生的理论, 能由他本人亲自推向更深远的未来, 那人类的科学革命, 是否会是爆发式的进步? 我们是否能更早地掌握可控核聚变, 实现星际旅行, 揭开暗物质与暗能量的秘密, 从而迈入更高等级的文明行列? 生命的短暂, 或许是文明进步最大的弊端之一, 我们总是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刚刚站稳, 巨人却已悄然离去。 杨振宁晚年曾说, 科学探索就像在黑暗中搭积木, 有人搭出地基, 有人天上梁柱, 而寿命决定了每个人能搭多少块。 如今巨人离去, 科学的星空少了一棵巨布, 但他种下的理论森林仍在生长, 并完美诠释了什么是星火相传。 他晚年毅然归国, 扎根清华, 经历培养着下一代的科学火种, 虽然物理的殿堂少了一位宗师, 但他播撒的智慧火种已遍布全球。 他让我们相信, 宇宙的奥秘可以被理性探索, 人类的智慧可以触及上帝的图纸。 今天, 我们怀念杨振宁先生, 不仅仅是怀念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更是怀念一种探索的精神, 一种智慧的尊严, 以及他那份深植于血脉的 对故土与人类的无限深情, 先生千古, 思想永存, 少许会为治疗中的猪中码冠。 今天的九尚最大是有 позвол计算的